准备工作满多规划时间不足 人手不够 问题多 压力大 小纸条上的记录是志工办活动的困难 字很多 那个工作量很重 所以没有人敢查 面对问题就是人咯 私咯 物咯 这是同样的问题 你看每个人在分享的过程里面讲的东西就是一样 不要管哪一个步骤 你们想到你们碰到的问题全部都写出来 办活动却达不到正确目标 来自马来西亚慈祭 13个据点 182位志工 聚集在慈祭马流甲分会 学习进食活动规划的妙法 希望能够学到 就刚才老师讲的 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室把它简化 然后我们流程简化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志工来承担的部位 在这两三天的课程 就是我要追随的 就追随这个答案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答案 然后把我们的活动的品质再提升 可以给志工慢慢感受到 我们办一个活动其实是很简单 不会感觉到大家觉得都很累 这样子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有 有兴趣的来去承担 或者是有敢勇于承担这样子 分析每一个步骤 以方法对质浪费 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价值 才是真正达到活动圆满 带新闻李佳佳周一集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